大帽指示打架球 我几晚睡不著覺 所以我女生很憤怒 我覺得這樣不可以再發生 鮮花、心意卡、玩具 還有零食 給生前長期捱臥的林林 星期六晚 威林林而哀悼的由心人 一起來到她屯門的家樓下 我真的看電腦心 很傷心 怎麼會這樣 雖然我不認識他們 我真的很心痛 我幾晚沒有睡覺 真的沒有睡覺 鮮花很可憐 應該正視代兒童的案件 為何老師拍照 給你看她有這些傷痕 那為何校長來不去 即是 即是去報警 為何要收拾這件事 張超雄在星期六的立法會 宮廷會開始之前 亦有為林林的死脈哀 他們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我們是非常憤怒和難過 我們希望這些事件 不會再在香港發生 原世者安息 原悲劇不在 工黨都有在公民廣場外發起集會 圍起心形蠟燭 拋起白色的花瓣 為林林送上悼念 有集會人事反映 香港欠缺若兒的舉報機制 希望港府可以簡化一下舉報的機制 回來第二節星期三有料 阿嬌你就是屯門社區網絡的人 沒錯 屯門發生這樣的悲劇 你們屯門那邊有什麼可以幫助呢 我想若兒的事件 雖然這次林林這個事件 他剛好住在屯門 亦都在屯門發生 但是這件事也不是屯門的事 雖然這次發生在這裡 又是興德學校 不知道為什麼 又剛好牽涉到興德學校 又是興德 這次我想相對的問題 不是在屯門的學校 不是在屯門小學中發生了什麼事 而是幼稚園整個制度的問題 出在哪裡 為什麼現在看到 他們這麼多的派對 把球拋來拋去 但是你完全沒有想過之後怎樣解決 現在我們都很慘 都明白到不能回頭 但是我們應該要向未來再展望 究竟現在的制度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不如先簡介一下 其實整個約而背後的一些數據 好嗎 我們真是落足心機去研究一下 好 首先出第一張圖 這個就是那天 也先說一下背景 那天 這個就是屯門市中心的時代廣場 因為林林的家就在屯門 很多市民都自發了 在下面就幫他 不是在下面 就是在樓下 就是在樓下 獻花 老實說這次是市民自發的 小弟也有點忙 所以去不了 但是說真的 這些心裡面去悼念 我想都可以 那之後呢 那當然那個肥的校長 就是含家產 那我們再下下一張圖 那個哥哥就是讀那間 對 哥哥是讀那間的 那我們現在看回 所謂的藥兒 其實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就是藥代 有很多種 例如可能性藥代 或者諸如此類 很多都是身體藥代 性侵犯 疏忽照顧都比較多 但是疏忽照顧的範圍比較廣 例如可能你真的 剛好你拖著兒子 不方便去買菜 那上來有事 其實這些都要疏忽照顧 這些就很難說錯與對的 但是呢 我們要證實一下 究竟為什麼身體藥代 和性侵犯 會有這麼多呢 那之後我們再看下張 精神藥代也有的 是的 那施藥者是父母 不用說的了 一定是 就是小朋友 但是我們也要看下 我們其他一些 原來家族和朋友 和朋友都可以佔10%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可以被人 就是為什麼 你的父母可以被人這麼虐待 就是你說 可能本身的小朋友 沒有父母 沒有的話而已 那你為什麼可以這樣 這個10%真的有點奇怪 還有我覺得有個奇怪的 就是有兩個詞 沒有關係人士 還有其他和不明有什麼分別 祖父母也明白 這個我不是很明白 不明也有說過發生過這件事 但是他不知道什麼 查不出來 可能是啦 那你是教師悼念的 那是道師教練的 那就是me too的 那些就明白 是不是 但是也不是佔很多比例而已 還有其他 是的 沒有關係人士 其他不明 還有其他 那這裡8.7% 也有十幾個巴仙 其實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私藥者 除了是父母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其他 有接近四成都不是父母 那這個其實有時都是父母站 當然沒有父母 就是另計 他只是說小童 是 是的 我們在說弱儀 那我們再下下一張圖 那為何這次 就是剛好 屯門 又發生了弱儀案 原來屯門是最嚴重的 在新界西北 也是最嚴重的 元朗 屯門 北區 這些地方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新移民 沒錯 最多就是新移民 我們不是說 新移民一定不會教 但是相對在社工角度來說 在家庭的教導上方面 的確跟我們香港土生土長的人 的確有分別 如果父母是在一個這樣的家庭教導出來的話 你一定會用相同的方法來教那些子女 當然啦 你說可能小時候 怎麼也有被父母打過 但會不會打得像林林那樣 會不會拋上天上 神經病 做錯了些什麼 是不是 還有 我又要說一句 戴上頭蓋 不是刻意針對新移民 尤其是有很多來自鄰國的家庭 他們其實在照顧小朋友的方式來說 跟香港人是很大分別的 特別是一些 不要說虐待 尤其是在香港來說 其實如果 譬如爸爸上班 媽媽在家裡照顧小孩的 但是媽媽要到街上買菜 但是又不方便照顧早餐 剛才說那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那些小孩就說 你乖乖乖 不要搞其他事情 我三四個字後回來 但是有很多意外 就是在那三四個字出現的時候 沒有辦法的 你的家長 家裡的父母就會告他 疏忽照顧兒童 但是你說 把小孩放在家裡 在鄰國來說 是經常都會出現的 當然是經常 小孩到處走 你想想 鄰國 為什麼那些小孩 整天都隨地搖 他們最喜歡的是什麼 開浪褲 就是 這個真的是一個經常的做法 不是刻意去說這件事 就算初初 香港很多難民湧進來的時候 其實一樣 都是這樣 只不過現在社會進步了 我們香港 就少了這些情況出現 因為大家都懂得尿片 懂得找廁所去搖 但是可能有些地方 真的沒有要教育 而且在大陸來說 經常有很多人說 中國有什麼法制 有什麼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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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很多枉死的意外 就是出自鄰國的 有些小孩 你經常看到 他們在大陸的時候 在大陸的門口 門口 外面的大街 跑來跑去 然後被車撞到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家長也很好笑 不是在乎小孩的生死 而是在乎 你撞到那個人 你賠多少錢給我 同樣如果你把這個概念 帶到香港的時候 真的你就會發覺 這件事就會變成很大的問題 沒錯 都文都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說九年免費教育 其實也幫到很多 因為至少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定有一個可以保護到他的安全的地方 當然你說如果是被同學搞這些 不是他的控制範圍 互相制衡 只可以說 但起碼他多一個派對 去照顧他的時候 出事的機率就會少很多 但是為什麼也會有這些事出現呢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制度 已經不合時 已經有太多的問題呢 剛才像張智雄這樣說 我們不希望香港的事情再發生 但是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問題會不會出在一些學校那裡呢 學校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會知道 現在社署又說 我收不到沒有正式的個案的申請 沒有轉解 學校又說 我已經跟你說了 口頭已經說了 現在口頭還沒爭辯 鵝心門 又推來推去 好像想回那個 之前有個小朋友在學校掉下來 但是學校竟然不是報警 是叫聖約翰救商隊 那這個其實 你已經是在說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以及在香港做教育範疇的所謂的官員 究竟你們是不是用腦子去想法呢 還是用屁股去想法呢 最重要就是假裝教育的人 真的假裝 你現在假裝裝 中小學在教育條例之下 如果沒有上學七天 就一定要申報 這個也是一個保護機制 以及在九年免費教育裡面 是必須要做的 如果沒有上學 那就弄個入學令出來 這個入學令這件事 我今天也抄了一點來講 找到一些資料 就說原來香港有1700人 都是有一個要頒布入學令 換言之有1700人沒有上學 1700人沒有上學 那是叫做另類通緝的意思嗎 類似吧 但是原來社署 因為教育稿五年都沒有跟進過 山景邨的十五歲的一個年輕人 就是沒有上學五年 完全沒有通緝過 原來教育稿完全沒有跟進過 教育稿不是跟進 就是你教育稿 你設定了制度出來 你不跟進 你不做事 也算了 你也要有制度 但是你對幼稚園來說 今次能量就是幼稚園的學生 沒有通緝制度 即是選擇的 你通不通就算 現在是不是要改善這件事 首先 你要改善了 你要規範了整個幼稚園制度 話說不是九年免費教育 你整個階梯 你的資歷架構 你也會有負學士 是不是你贊助 負學士那些 一樣而已 你也要理會一班幼稚園 尤其是 這些是我們未來的動量 如果一個小孩要受教育的時候 幼稚園就是第一步 就是他第一樣學習的東西 就會在幼稚園 沒錯 所以如果這樣也保護不了的話 很有問題 還有這個其實 說到規範這件事 其實最終一定要拿上立法會 去大會辯論 去談 如何去做這件事 大家要留意 第二就是我們的議會 經常說議會失衡 其實議會失衡裡面包含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的抗爭 譬如有些制度上的問題 我們想爭辯 好了 接著那些保障黨 就經常將一些很無聊的議案 或者對香港根本一點利也沒有的議案 就全部打掉了 好了 接著就將一些議案捆綁 好像這件事一樣 肯定他將來有些關於香港的政制議案 就全部打盡之後 就將這些地區的問題 民生的問題 全部捆綁式 全部押後 那些人就說 喂 你這些無線新聞最流行的 非建制派議員 莫士 拉布 拉布不好 大哥 如果你不將這些議案打盡 立即談到一些民生議題的時候 立即這件事也不會發生 是吧 一早搞定就沒有了 如果你不建高鐵 不搞什麼政改 不搞什麼自謝動議 你全部不敢搞這些 真真正正在議會那裡 談一些有利民生的事情的時候 香港在這十年拜祥裡面 那些悲劇可以完全少得很厲害 沒錯 你看看其實 林林這件事 其實在說的是一些家庭的暴力 但是其實有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近這兩個星期 留意到 只是九龍塘站了兩宗 跳軌 沒錯 這個其實已經形成了社會的問題 尤其是社會的問題 社會是需要負責任的 社會的問題的時候 好了 可以為我們社會的解決問題 真的除了我們在地做一些地區的事情之外 議會上是不是都應該要做呢 但是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 補選的時候 現在補選 經常說得像慶幸俠俠 我不是很覺得 這些候選人有說過這一類的事情 唉這就算了 我真是想 我真是想吵架的 但是問題是 喂 你現在 你應該要有人站出來 是不是 你就跟政府說 你起碼要給高鐵 你把那些資源放進去 小學一校一社工 幼稚園一校一社工 社工最主要是報警 你們經常說 大家經常說 今次又要報警 我就支持他報警 校長又不報 社工通報了就算 這些不報警 你整個傷口在這裏 你以前 社署也是 說葛亞旅的時候 陳方安生 我才發現 陳方安生做社署處長 是啊 當時用了保護婦孺條例 用了警方和宵門破門入屋 當時被人罵 說為什麼 要不需要有勞私動眾 現在有辦什麼就行了 不做就死人了 我小時候被人罵 你知道嗎 最近一次再用這個 現在不是叫保護婦孺條例 現在是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他最近一次做 是做什麼 就是在佔領期間 有個憤不少女 記得嗎 記得 用這個條例 說他爸爸照顧不力 然後就送到兒童院 你用這樣的條例 用這些原本來保護我們少年團的條例 就是來搞我們的抗爭者 你現在政府做什麼 想不想就這樣 有好的事情就不做 做這些事情 還有什麼意義 林鄭月娥 你也做過社署處長 林鄭月娥是手當的 你只懂得搞社福界 你有什麼用啊 林鄭月娥這條混蛋 現在說的話 還枉她做過社福界的人 那些全部都不能為香港人福之著想 林鄭月娥是十九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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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擅長脫髮的 但是人家真的有做過的事 所以真的不要怪我們 不要說我們是聯英 麥利浩的年代 是真的為香港做了很多事情 也是把香港帶 coz 一個新的紀元 真是一個新的紀元 雖然他在政制方面就有些差 但是麥理浩真的把整個香港改變得很厲害 麥理浩真的做了很多壞的事情都不說 但是有些防空政策、教育政策這些事情 都文都說麥理浩的字都不懂得多謝 好像我們這些 如果好像以前那個年代這樣 你有錢才可以讀書 你在香港就是因為有港英的政府 有英國人幫助我們 我們才可以100%都可以識字 你看現在所謂的鄰國是不是100%的識字 都不就是了 他們的知識懸殊了很嚴重 有些人不識字 有些人又走過去讀博士 還有香港在90年代開始 經常捐錢上去的那些希望學校、希望小學 你看看三十年後發生了什麼事 第一件事是民村的時候地震 然後希望小學做什麼事 拆掉了豪宅 第二 那些畢業出來的人 我們很多香港人捐錢上去 目的是什麼 希望他們可以真的學多些東西 去回饋社會 但是他們學的是雷鋒精神 現在就進入了共青團 我想問問有幾多觀眾 從90年代開始 真的已經捐錢給希望學校 我也很想問問大家 有捐錢給希望小學的人 今天你有沒有後悔過 我後悔 我是怎樣說 我是極度後悔 為什麼我會有份去贊助一個共青團的人出來 大家曾經都會做錯那些事 我不是刻心地說一句 如果大家還有的就不要再做了 這件事 真是瘋狂的 我想要善用之源 好聽一點這樣說 如果是的話 不如先幫回我們香港人吧 還有回應一下Conny 其實我也是社工來的 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好的社工 就是為市民服務 無論他的理念 是左加右或什麼都好 這個真的都有人做事的 那些社工 我相信也不是大多數的 應該這樣說還未去到很大多數 這次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回答一下 下一節我們再深入探討一下 一些基層的問題 各位的老友 在未來2月14日的情人節 即是那天的年29 大院有樂的聽眾有福 因為我們會舉行一個電車派對 我們就會在西螢盤的石塘咀 屈地街的電車總集 7點45分集合 然後登上一輛Party Tramp 由電車河的同時 講解關於古舊維多利亞城的一些典故 歷史 都市傳說各方面的東西 和大家享受一個愉快 溫馨浪漫的晚上之餘 亦都更加了解我們香港 這個地方的一些典故和歷史 有30個名額 每天都預料到你 只要你是訂閱大院有樂 三個月或以上的 你又可以跟著我們 一起登上Party Tramp 一起去遊車電車河 還有 你記得有一些大院有樂的主持人 一起和大家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事不宜遲 快點打電話上來 3955-8673 或者去WhatsApp 9810-8874 報名 那天遇到要見到你的